关于这个边框和显示比例 我也和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也挺有意思 现在这个边框出来的时间 出来等待的时间很久 另外他现在可以使用摇杆了 我用PS4手柄 他可以用摇杆的 算了不玩了 这个画面比例给各位分享一下 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比例是正合适的 这个可能看不太出来 我换一个 找一个内容比较全的游戏 你看加载一个FC游戏要等这么久 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难道是我这个响卡的问题吗 应该不是 好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边框还没出来 因为这个边框是4K的分辨率 它要先调取 然后再缩放 所以等的时间要长一些 出来了 而且在出来的时候 还有点小花瓶 我们注意看他的左右和上下 这个边框 他上下是有一定的占用的 占用的比较少 现在看不到鼠标 他左右 左边是落口人 右边是龙 左右的内容会多一些 因为现在的显示器是16比9的 以前的游戏大部分是4比3 或者是类4比3的 在默认情况下 它这个中间的内容和边框 它们的匹配度并不是很好 我是这么修改的 和各位分享一下 也是在第二个设定里 首先找到影像 在这个影像里 有一个缩放 这个缩放 第一项是整数化缩放量 我没有选 因为它会整倍的去缩放 然后这个宽高比 我以前设置的是 好像是这个 现在我变成了自定义 设置了自定义之后 可以通过下面这四个参数 来设置它的上下长度 上下高度和左右长度 以及它上下左右的这个位置 这是X轴和Y轴的位置 先不着急调这个 先把这个放好 先找到边框 在这个屏幕显示里 有一个屏幕覆盖 在这个屏幕覆盖里 这是边框的那个名称 边框下面有一个比例 我把它设置成了1.0 如果把它设置的比较小的话 它上下会有黑边 显示不全 这个很不好看 但是它比较容易 因为中间的游戏内容可以变得很小 然后边框也可以很小 但是不能充分利用显示器的面积 所以第一步先把它设置成1.0 也就是百分之百显示 就是让边框百分之百显示 就是左右这个位置 上下左右都会占满屏幕 但是在默认情况下 中间的内容会多一些 也就是它会在这个上边框显示器 就是这个边框图片上下 这个黑边这儿会有一个重叠 左右也有可能会有重叠 这样不是很完美 先调这步 调完这步之后 回到影像 影像里面有一个缩放 缩放回到这个界面 第一个是关闭 第二个长宽笔是自定义 然后自定义来调整 比方说我现在这是横坐标 横坐标是298或者是300 我调一下 比如说向右推 各位看这个整个屏幕 它会向右走 右侧的内容和右侧的边框会有重叠 我设置成300 300好很多 然后调上下 调外轴 外轴是36 按鼠标的左右来调节 40我看一下 40没问题 那就是我现在这个比例是 它的x轴是300 外轴是40 然后这是调它的宽度 画面的宽度 现在是1322 我调一下 这是1370 右侧又有重叠 给覆盖了 这得一边看一边调 1330 其实也可以再向左来点 然后调高度 高度调1000 1000其实可以的 1300 1300 右侧就会多一些 1300 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程度 四个角会占用一点 这个没办法 这样在玩游戏的时候就会很舒服 我觉得x轴还可以再来点 x轴 295 290 290可以 那也就是说四个角会有一些覆盖 那就宽度再高一点 这个可以 1340 那外轴呢 40 高度小一点 给个900 990 不是很好了 还是1000吧 错着 我感觉现在还是比较完美的 这样在玩游戏的时候很舒服 另外这种调是 调一次就可以了 不用每次都调 玩游戏试一下 另外我感觉使用这个显示驱动 比之前的那个文字要更清晰 感觉那字变粗了 另外它的荧光效果也要好一些 荧光效果就是比较刺眼的效果 现在我还在录屏边录屏边渲染 它的显卡占用率应该是挺高的 一会儿我们看一下 显卡占用率是40% 其实还可以 CPU没怎么占用 再换一个游戏 玩的时候 CPU肯定会占一些的 在这儿的显示比例也是OK的 玩这款游戏 游戏显卡占用也不高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尔差尔 欢迎点赞 投币 转发 收藏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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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